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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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文等到日本兵走后 死里逃生的杨于是才敢起身查看 他发现自己的六个孩子和带进防空洞躲藏的女孩 全部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 整座防空洞内就剩下他一个活人 杨于是孤零零的站在洞里 又愤又怕 稍微情绪稳定以后 他赶紧抱起一床被子 逃出了防空洞 十二月 在南京异常阴了 杨于是一个人 走在满是被杀害中国尸体的街道上 浑身躲死 他不敢有片刻停留 一口气跑到了位于尾街的弟弟家 当时 杨于是还在弟弟家寄养的有一个女儿 杨于是好不容易跑到弟弟家稍微缓和下来 便又开始担心自己丈夫的安危 因为这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 已经在寻找他和孩子的路上 已经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杀害 在弟弟家杨于是待着坐卧不安 心里就担心丈夫的安危 后来实在待不住啊 毅然推开房门回头往家的方向去寻找丈夫 杨于是这个雷弱的女子 一旦决心上路后 也就没有什么惧怕了 在湿冷的夜里 尽管路上满是雨水 又冷就滑 他在奔跑中不停的摔倒 但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 他去寻找丈夫 当回到家里看到经过洗劫后空无一人的丈夫 杨于是也想到了丈夫可能会去防空洞 便又反身前往 当拼了命跑到防空洞前一看 哪里还有一个活人的影子 到处都是死尸 杨于是便在周围挨个寻找 终于见到了 已经惨死在日本人军刀下的丈夫尸体 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 一天之间失去了丈夫和路格尔女的杨于是无比的悲恨 但又不敢大声的哭出来 他以来日军自己也被杀害 那既养在弟弟家的女儿 从此就真正的成为了孤儿 杨于是趁着天黑 好不容易 才又重新从死人堆里跑回到了弟弟家 但在日军占领下 他剩下的唯一一个女儿 没过多久 便也因病死去 从此 杨于是真正的家破人亡 成为了一个活在世上的未亡人 杨于是因日军南京大屠杀满门被灭流下的悲伤往事 成为了他心底最怕触及和不愿意回忆的伤疤 当他在1984年79岁的时候 重新将这段往事作为罪证讲述出来作为记录后不久 他便去试 杨于是终于可以在另一个世界 与他的丈夫和七个孩子团聚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